他荣马一生立下和和战功 他身经百战 传承革命意志 他虽然荣誉加深 他能始终认为这份荣誉 并不是单纯属于某一个人的 而是属于所有并肩作战的战友们 伟人对于这位老兵也是十分欣赏 甚至四次接见 他就是战神王战山 为何他能如此受到伟人的青睐呢 他又在革命事业中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呢 大家好 这里是剑石玉京 关注剑石玉京 方便查看往期精彩视频 全个有用王战山 王战山1929年出生于河北丰南县的一个穷苦家庭 自小就有着过人的胆识 1938年日军来势汹汹 年纪尚小的王战山非常勇敢 选择加入儿童团 拎着红音枪站在村头放上 有一次日军偷袭了王战山所在的村子 正在放上的王战山不幸被日军团团包围 日军见他还是个孩子 便让他唱个歌 王战山丝毫不惧敌人的枪口 张口就唱抗日歌曲 气得日军呱呱大叫 16岁那年 王战山依然加入民兵组织 18岁参军入伍 先后参加了辽审 平津 横宝 梁广等战役 出生入死 英勇杀敌 用热血青春诠释了革命战士的赤胆中心 顽强冲锋 履历战功 战手金汤桥也是王战山的巅峰之战 在当时 王战山的部队要求夺取金汤桥 别看这座桥 全长76.4米 但是 它却是我军要攻克天津的重要之地 而且当时 会试点就是以这座为中心 来划分上下游地区 对于我军来说 十分关键 不仅我军十分在意这座桥 国民党亦是如此 他们早在之前就在此 设立了重兵 还生成了许多障碍物 以此来阻挡我军前进的步伐 在1949年1月15日 王战山所在的部队勇往直前 朝着金汤桥方向进攻 但却遭受到了国民党的炮火攻击 而且当时因为有许多障碍物 也阻挡他们前行 为了尽快攻破金汤桥 一位战士和六班长 爬到敌人埋伏的暗宝前 丢了一颗手榴弹 不料敌人反应了过来 又马上将手榴弹扔回 还好我军行动迅速 没有受到伤害 六班长马上又在士兵们的掩护下 丢了一颗反坦克弹 这次正好将敌人的暗宝炸毁 众多敌人丧命 部队就这样不断前进着 连着岛员马战海 带着王战山等突击队员冲了上去 结果刚刚冲出去不久 马战海和数名队员 就被敌人的机枪扫中牺牲了 看着连指导员马战海的遗体 王战山心如刀割 他知道 现在不是耽搁的时候 咬紧牙关 带着战士们用蛇形迂回往前冲 成功将挡在部队前面的障碍物和碉堡 全部炸掉 将红旗插到了金汤桥上面 在金汤桥之战打响之前 七连还有100多名战士 当战斗结束之后 整个七连包括王战山在内 只剩下了24名战士 为了纪念七连战士们的功绩 军首长在阵地上当众宣布 将七连命名为金汤桥连 并和七连幸存的战士合了一张影 战争的胜败 拒绝于人性的智慧 而说到智慧 在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一下 鬼谷子 宫心术 羽毛略等受益生的诗本书 它是凝聚五千年智慧的宝典 一个道理可以用一句话来说 但远不如书来得透彻 来得动人 好了 言归正传 北平和平解放后 王战山跟随部队继续南下 先后参与了香港 横宝 两广战役 因此在战场上表现出色 被任命为了牌掌 朝鲜战争爆发后 王战山又跟随部队去了朝鲜 和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战斗 坚守阵地与敌激战 1953年7月18日 距离是北山408.1高地 408.2高地 韩军在飞机大炮眼户下 发起了多次进攻 防守阵地的54军1350 404团一营三连 伤务很大 其中连长张炳镇 指导员张公佐 副连长王青山和一排长 先后扶重伤被送往后方 二排长麻俊坤主动站出来 代理连长指挥战斗 一连打退敌人16次冲锋 最后拉响手榴弹 和十几个韩军同归于尽 炮排长寿长也相继牺牲 阵地上只剩下王战坤和30名战士 三排长王战山接着站了出来 他动脑筋乔打仗 布置战士们分散射击 以减少伤亡 没有食物没有弹药 就爬到敌人尸体堆里 偷回机枪 步枪 手雷和食品 而山下进攻的韩军 还有两个营之多 连续四天四夜的浴血奋战 王战山和战友们 打退敌军38次进攻 阵地前横七竖八 有400多具尸体 王战山右腿腹伤 昏迷不醒 生命垂危 和牺牲的战友放到了一起 友邻来换房时 不算王战山三连阵地上 仅剩下的九个人 当战事们找到王战山时 发现这个人 竟然还有一丝微弱的气息 马上将他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四天以后 王战山终于从昏迷中清醒过来 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王战山清醒来的第一句话 竟然是问 我没把阵地弄丢吧 简简单的那一句话 让现场的义务人员 纷纷感动的只剩下点头 王战山这一仗 就间敌四百余人 令敌人闻风丧胆 不仅打出了中国军人的气势 更是将美军打上了谈判桌 签署了停战协议 也正是如此 王战山的连队被组织授予集体一等功 而他本人则是被授予了个人一等功 等多个英雄称号 除此之外 朝鲜方面更是将代表着朝鲜最高荣誉的 一级国旗勋章授予了王战山 1958年 王战山等一众志愿军战士 荣归故里 并且其中一部分战士 组成的志愿军代表团 受到了伟人的亲切接见 1979年 王战山回到了河南的一个军区 担任该军区的副司令员 期间投身于民兵 还有预备意义战士的建设工作 和大家一起生活在基层 为部队做出自己的贡献 言语律己 传承家风 王战山从来不假观祭司 之前妹妹想孩子入伍 让王战山去说说 王战山直接说 孩子的路要自己闯 然后拒绝了妹妹的请求 从战场上退下来后 他更是严格要求自己 时刻想着那些牺牲的战友们 保持着革命的本色 他总是对自己说 要立新功 不要吃老板 要报恩 有人问他 在战场上害不害怕 他笑着说道 没时间害怕 只想着胜利 谁害怕 谁就输了 他家的房子 还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装修的 摆着几件老家具 衣柜里没几件衣服 而且款式都很简单 但一身军装叠得整整齐齐 家里最细精的是满墙的老照片 那是王战山走过的道路 王战山不仅严格要求自己 就连自己的孩子 也依然是这样的 王战山的儿子 这样说父亲 父亲是家里的主心骨 他经常给我们提醒 拉袖子 让我们不敢越雷池半步 王战山的儿子 王克林 之前与次有急事 但是死活都打不上车 这个时候 干修所驾驶员就说 可以送他 王克林直接说 送公车是违反规定的 看得出来 王克林身受父亲 王战山的影响 王战山的脾气 不止于此 他的自己和老伴 更是苛刻 战争已经结束了 大家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可他依旧每天省吃兼用的 有时候王战山 甚至在菜市场 捡人家不要的菜叶子 老伴说他 他还是那句 不偷不抢 捡别人的怎么了 这要是在那个时候 不知道能救活多少战士呢 而他说的这句话 或许就是他内心 最真实的想法 日子虽然好了 可战争 是他真真切切感受过的 这种节俭 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 不仅如此 他还担任起了教育家 给学生们讲战争的故事 革命的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 教育孩子从小就要好好学习 长大 报效祖国 尽管王战山功绩显赫 但是平日里却没有一点架子 不拘工自大 在其过生日的时候 组织本想要为其订一个蛋糕 但是王战山知道之后就拒绝了 不想将钱花在这种地方 更应该花在孩子的教育上 从王战山退休之后 一直在资助孩子们上学 先后共资助了20名困难学生 但是在王战山的家里 到处可见都是破旧的家具 几乎没有任何新的东西 但摆放的都是整整齐齐 干干净净 在他的带领下 家人们也都是一直过着 勤俭节约 朴素的生活 1993年起 他不断购买数级资料 教材用具等 提供给附近的学校 除此之外 1998年 抗洪抢险 2003年 抗击非典 2008年 汶川地震 一直都有王老先生的身影 在这几十年间 他不记得自己捐了多少钱了 只知道国家有难 他不能不管 要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王战山努力用自身和连队的事迹 赶快身边的每一个人 让人们燃起 对革命精神的信仰 也让他自己 寻找到老而迷荐的力量 历史不会淹没属于他们的光芒 他们伟岸的身躯 化作春泥 铺成一条 通向幸福的大道 即使身形是子弹 他也寸步不让 他知道 身后便是和善